平刀 斜刀 有追求的中国菜厨师深知 刀锋上分毫的差异 会直接影响到舌尖 齿尖 敏锐的感受 中国菜从来都不以单纯的成熟为标准 今天在一些菜品上 我们还能领略一二 要想像胡萝卜一样 将柔软脆弱的内置豆腐切成毛发粗细 考验的不只是手眼刀的配合 而是要先手合一 这就是纹丝豆腐 下刀时 要以左手食指后退速度相应起伏 先切片 再切丝 整个过程必须一气喝成 容不得半点闪念 细如毛发的豆腐丝被放入清水中润开 这种云雾般的形态常常被形容成中国山水化 但在今天看来 相对于口感 这道菜更像是对厨师的烤教 十九岁开始 居长龙用三年的刻苦 将一把刀运用到纯熟 刀工对年龄有着苛刻的要求 不过一位成功的厨师并不止依赖青春 更仰仗厚重的经验 这道剑针素鸭 用油豆皮包裹冬笋和双胶 上油锅煎 煎是介于炸和炒之间的一种烹饪方法 食材与锅底之间紧搁着一层薄薄的油 油脂升温迅速 过一分就糊 欠一分就生 不过 一旦掌握了火和油的秘密 这会变成一个饶有趣味的游戏 无论是动物类还是植物类油脂 中国厨师在施展他们最拿手的炒技时 都离不开油 油温高于水温 可以使食材表面迅速脱水 成熟之余 也带来焦香的风味和脆爽的口感 湖南人的口味就像当地的花骨戏一样 浓烈刺激 草根性强 好香 周赛群说的这种香 正是油炸彰显出的焦香 今天 无论再多理论声明油脂过量的危害 中国人依然离不开那特有的脆爽口感 就像湖南人对臭豆腐的迷恋 湖南菜留给外地人的印象主要是香和辣 辣并不是味道 只是辣椒给口腔造成的强烈刺激 而香则主要来自油脂 以及油脂和蛋白质被热力催生出的化学反应 中国古人用油脂来对食材迅速加热 无疑是节省燃料的好方法 油脂的运用是中国人对烹饪的莫大贡献 这就是周赛群的厨房 好 可以啊 看尾部啊 好 切它的眼睛啊 想要赋予菜品可观的脉象 如果没有更多的美术天分 就只能靠临摹 尽管如此 做菜是不可能探会的 这个班只有两年 周赛群必须尽快把更多的市面流行菜品交给学生 因此教授内容并不拘泥于香菜 操作群必须尽快把更多的市面流行菜 我看还有一堆天分析 我看了一堆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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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面于传统的师徒兼手口相传 厨师学校的周赛群知道 学生们必须尽快学会更多 才能增加就业的砝码 这些孩子大都二十岁上下 对于他们中的大多数来说 做菜将会是一门谋生的手艺 在成为掌握厨房秘密的魔法师之前 等待他们的会是一条漫长的路 董振祥 明厨也是美食家 一道新菜品是否能出现在菜单上 完全由他定夺 定期推出新菜是中餐馆的惯例 但招牌菜葱烧海参却是一道卤菜经典 是我们自己的一个方法 很简单 从简单的切葱 到复杂的煎葱油 发海参 每一环都有严格的标准 一般的大概的好吃的菜 都是做工 比较繁复的 这是在我们发这个海参的 干品的海参的时候 不要发的过大 对海参恰的好处 那么你比如说 它正好发到六斤 它伸开腰以后 里边没有水再往外走 所以你在喂这个胃的时候 它这个胃能往里走 火候永远是中式厨房的一个重要秘密 开始和结束的时机 每个阶段的火力 不同食材与油和水的配合 都是极其微妙的学位 西湖醋鱼正是一道对火候要求非常高的菜 它们将一条鱼铺开两半 一半汤水 一半过油 两种做法都需要在恰当的时机 将鱼下锅和出锅 否则会直接影响到 醋鱼特有的鲜嫩口感 第二天 三五天 六天 三十八 三十五天 三十二天